當法官審一家一宗案件 他很離地 如果有這些事發生時 司法界是否有一個機制 去考慮應該怎樣跟法官說 他有些事不對 或者首先都要覺得 他是不是不對 司法機構本身是極度自我保護 那些是十分抗拒民間參與 不要說是監察 就算給意見司法部 他們都不高興 究竟一個法官 無論是裁判官好 還是哪個法庭好 他判了案 那件案件被人上訴 判決與他相反 其實制度上 一個法官犯了這些錯誤 而被他的上級法庭說他錯 他有沒有後果 理論上沒有後果 實際上後果是有的 但只不過後果又是說來說去 就是說回馬房文化 若是自己人出錯 沒有問題 若是異族人士出錯 甚至乎根本不是錯誤 純粹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下級法院的法官就麻煩了 是 歡迎大家又來到評法論節節目 我和Simon 黃宇榮法官一齊和大家聊天 各位好 我們一連三集是說司法改革 今天來到這個系列最後一集 我們說什麼呢 就是怎樣增加民間監察法官的做法 Simon 我們談了三件事 現在來到第四件事 就是怎樣增加民間監察法官程度 首先說 基本上現在是沒有監察法官的制度在 沒錯 即是你說要由頭來過 開始 司法家似乎都挺抗拒這件事 你可不可以講講 從你的角度來看 應該怎樣改變它 涉及到監察法官這件事 其實可以分為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做到一些 可以令到民間有一些團體 或者民間的人士 來加入司法團體去監察法官 至於另外一個範疇 就是究竟內部 司法機構內部 究竟可以做到些什麼 而監察法官 我們第一項先 民間監察法官 現在我的看法就是 或者外面大部份都是這樣看 當一個法官審一宗案件 他很離地 他可能是做得不對 大家就會不乏之 寫東西或者說 去批評他 這一類的 我們有個來講 但法律界 司法界沒有做任何事情 你可不可以講一下 如果有這些事情發生 司法界是否有一個機制 去考慮應該怎樣 跟法官說他有些事情不對 或者首先都要覺得 他是不是不對 其實現在要講 民間監察法官 這個行動 其實已經正在進行之中 只不過是 不是很多人知道 有的嗎 沒錯 我逐點逐點說 因為我們知道 司法機構本身是極度自我保護的 他們是十分抗拒民間參與 不要說是監察 就算給意見 司法部 他們都不高興 但是現在我們 民間是進行著一個很大的 所謂 project 其實現在我們是收集著 全香港所有法官的數據 他們處理過什麼案件 特別是刑事的案件 他們的案件 的案種是什麼 空追是什麼 裁決是什麼 說過什麼的關鍵詞 我們完全入了一個 支付會 你說有一個民間機構做的 沒錯 不是你有份的 是這個意思嗎 沒錯 並不代表現在司法界 已經是接受了民間這個監察 沒錯 這個計劃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就是想帶出一些訊息 為什麼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法官 在某一些地方 譬如一件審訊案件裏面的保釋 舉個例 為什麼他們來來去去都是這幾個法官出錯的 出問題 我們就是收集了這些數據 主要我們想用來將這些數據怎樣用呢 就是希望會透過一些團體 特別是政府的團體 是轉介給司法機構內部 讓司法機構內部檢討一下 明白 好一個很簡單 譬如交通 有一條路經常都撞車 那是人錯還是路又出了問題 沒錯 現在你在找一些司法界裏面 有哪些法官經常都出問題 沒錯 然後抽出來 好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做了這件事 現在目前有沒有一個監察法官的團體 即是官方接受的東西 你可以交給他 很遺憾 到現時為止 都暫時未有這個辦法做得到 但是我期待 譬如張舉能法官上任的時間 我希望他能夠更加開放的態度 去接收多一些事實上的資料和訊息 讓他自己分析一下 因為管理層是很重要的 Simon 當張舉能大法官上任之後 你有兩件事要做 第一就是我希望令到司法部 有一個有公眾參與的諮詢委員會 就可以去做這些事 或者你直接給張舉能大法官 讓他去知道一件事 他做不做就是另一件事 你現在走的是哪一條路 民間的監察已經正在行 但是至於張舉能法官 會不會接受呢 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這些最重要是社會同心 市民的心聲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能夠說因為很難做 如果將我們的意見反映給司法機構 而司法機構一向都是拒絕接納這些意見 我們不能夠因為這樣而停止這些改革行動 明白了 警察都有一個投訴警察科 專門處理這些事 那你的長遠的看法 長遠的看法 是不是其實都是要設立一件事 令到司法界 都接受到一些外面人 向他們提出法官的不對之處 不要說他錯了 不對之處 沒錯 值得檢討之處 值得檢討之處 真的不難做到 如果我們民間搜集了一大堆意見 一大堆事實資料 交給張舉能法官參考 然後現在我們開始講到司法界 本身他們可以做到什麼 如果內部肯做事的話 就不會影響司法獨立 抗拒的聲音相對小了 那究竟司法機關可以做到什麼呢 舉個例子 譬如他們可以修訂很多的內部指引 內部的指引包括在司法機構裏面的法官行為指引裏面 定出一些情況 在哪種情況之下 例如太過多市民對某一方面的處理法律的問題 太過多市民有意見 又或者太過多市民對某一個法官的裁決有意見 應該在那個法官行為指引裏面 就加一些項目 就是若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間 內部應該要怎樣處理 現在什麼都沒有 現在理論上是有 但實際上是沒有人做的 官官相違 是的 還有一些更可行的辦法 這些可行的辦法 其實一點都不難做到 就是怎樣呢 譬如舉個例子 特別是現在國安法 在今年6月30日引入香港 我們在法官的背景審查方面 對於新入職的法官來說 我們不單止可以更加嚴謹 對於已經在任的法官來說 我們可以要求 以及如果張舉林法官是願意做的話 做一個第二次的背景審查 更嚴謹的審查 如果發覺某一些法官的立場 是令到別人關注的 可以內部處理 我們有國安法官 這就是國安法定下來說的事情 所以司法部就沒有辦法不做 就跟著做 這個是否我們可以利用的機會 我們上個星期提到民事和刑事分家 其實國安法官我們有 我們可不可以借這個制度 去做多些民事和刑事分家的事情 同樣可以 其實這個是一個契機 不單止是一個契機 其實市民 我很奇怪 包括很多律師和法官本身 我不知為何他們沒有留意這一點 就是我們一直都說 法官就職的時間要做一些宣誓 現在政府就打算說 所有公務員都要宣誓 宣誓的內容當然是有指定的內容 在任的法官他們曾經所作出的宣誓 雖然沒有說明他們要做那個 效忠基本法 是的 沒錯 一定是 其實那個宣誓的誓詞 應該是一樣的 沒錯 我們回頭再問清楚一點 所有法官是不是都有宣誓過 有 全部都有宣誓 沒錯 如果沒有宣誓就要再宣誓 如果宣誓的時候 他沒有跟隨的 就應該有個民間監察組織 就可以提出來 給司法界去考慮這個問題 對不對 首先一件事 公務員現在要重生宣誓 我想知道司法界 無論是裁判官或區域法院 還是袁仲廷或上訴庭 其實都是否都要宣誓 還是有些人沒有宣誓過 以現在這個機制來說 所有法官在入職的時候 都有宣誓 但問題是他們宣誓之後 他們的行為 以及當他們履行職責的時候 究竟他們所作出來的表現 是否跟他們的誓詓 是吻合 如果是不符合的話 我們絕對可以追究 沒錯 現在變了不是他們有沒有宣誓的問題 就是進一級 他們有宣誓 不過他們做的行為出來 可能是不符合他們誓言 這件事似乎都是要靠民間的監察系統 去看到出來 好像你剛才所說的 將那件事交給張舉能大法官 讓大法官自己看看 是否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如果是的話 他要有所行動 是否這樣行 我們始終每一個機構有一個管理層 管理層裏面 一定要有一個或兩個負責的人士 去管某一些範疇 包括譬如 紀律性的問題 紀律 甚至乎好像做一間工廠 有Quality Control 沒有理由做到 在法官這個位高權重的職位 我們沒有Quality Control 那司法界有沒有Quality Control 很可惜就是沒有 但是不單止沒有 沒有就反而是次要 我為什麼說次要 因為現在事實告訴我們 他們不單止沒有Quality Control 而且當日某些法官的質素 裁決的質素 是極度低劣的時間 他們不單止不走去控制 控制 控制 或者糾正 連檢討都沒有 所以 是真是很不行的 如果你這樣繼續下去 是不是 我想問多一個問題 問題就是說 究竟一個法官 無論是裁判官好 還是哪個法庭好 他判了案 那件案子就被人上訴 或者出現了一些事情 上訴庭的判決跟他的判決是相反的 即是他說可以 可以 上訴庭就說不行 錯的你 說到你錯 其實那個制度上 一個法官 犯了這些錯 而被他的上級法庭 說他錯呢 他有沒有後果呢 理論上 是沒有後果的 實際上 後果是有的 但只不過那個後果 又是講來講去 就是講回馬房文化 如果自己人出錯 沒有問題 如果是異族人士出錯 甚至乎那個根本上不是錯 而是純粹是觀點與角度的問題 下級法院的法官就麻煩了 在他的檔案的檔案裡就花光了 正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令到下級法官做事 其實為何盡量放被告呢 就是避免被告上訴 沒有上訴的程序 下級法院的原審法官 就避開了 避上級批評這個機會 好的 我們一連四集講這個司法改革 剛才我們講了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民間監察法官的做法 基本上現在沒有的 大家都聽得很清楚了 但是黃宇榮前法官就特別提出來 就有兩方面 第一 就是要看一些法官 他判案的時候有沒有出現什麼問題 也可以提出來 希望更加希望將來有一個制度 可以將這些資料交給司法部 由司法部去處理 行不行 我可以告訴大家 據我的理解 老實說這些一定是一個漫長 非常複雜的路程 做不做到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為了司法界好 為了香港好 我們希望這個司法改革 是可以成功做得到的 好 那我們就今集講到這裡為止 OK 拜拜 好 再見 再見